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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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個小時 字幕志愿者 我們這個節目每個星期 都會發生很多新的事 我們都只能夠盡量作詐 其實如果你是做時事評論 你就會發覺你是不停地追著跑車 你永遠都以為追著 不是 以前有個言語 就說這支箭你永遠都不會射到中那個人 因為當支箭的速度 還有一隻龜不會不跑 有很多種說法 你有沒有聽過這個故事 當支箭的速度是快 比逃避開那支箭那個人的速度一倍 然後避箭那個人就會說 那支箭永遠都不會射到我 因為當支箭射到我的位置 我已經走不前了 你再射到我的時候 我就再走前一點 我又再走前一點 你這一輩子都不會追到我 可能感覺會有點像 現在的情況 感覺有點像 你會以為追到那個 追到那個 最新的發展形勢 他又走前一點 我又走前一點 你好像老蕭那樣 坐在車上 你又不怕 是 如果你是坐車那個 那就贏了 我們這次當然 可以簡單說一說 就是由我們做節目的 星期六和星期日 分別有屯門 和九龍西的遊行 然後夜晚 又有衝突 那你們怎樣看這幾個事件 先說哪一單 我一說就很討厭 你先說些沒有很討厭 不是 你先說一下你的觀察 觀察 雖然我住在新界 但是我那天沒有在屯門 新界西 新界西 現在要分得很小 即是新界西 我住 怎樣說呢 我也是上網看資料 看報道 看他們在那裏搞什麼 但我想其實是屯門公園那個廣場舞大媽這個問題 它本身是一個問題 我們可以其他節目再說 是的 那你今天想說一整個 不是 我最主要說幾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 以前我們的活動 都是集中在金鐘 所以之後在佔中的時候 曾經將活動的重心搬到這個九龍 或者我們以前都試過在沙田 上水 粉嶺 搞過那些 你說救護團好 或者什麼好 只不過是當時的人不覺得 是同一班人 或者覺得 大家會瞄大家 不是整個運動 甚至乎有些去遊行的人 會很瞄去救護團的人 是的 那我先說一說 好行爭就開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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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不是香港人很爽 哈哈 哈哈哈哈 不是你要說真的話 有很多人經常在說 我們香港人要什麼什麼 很有秩序 其實內心就是 你阻礙了 不是一個九龍 你是怎樣 哇 全都不關我事 哇 最緊要就是 如果香港遊行的時候 去九龍 因為我覺得 在那裏 有些人都去了 在另外一個地方 就特別疏 是的 我星期日開車 我星期日開車 其實我去接我一個朋友 我要去九龍 但是我 我 因為我接了一個朋友 然後載他去香港 然後回到香港的時候 就真的 哇 交通暢順道 因為香港人還跑去九龍 是的 香港人也跑去九龍 香港就一定不會塞車 這是很離地的地方 但是如果說貼地一點的話 我覺得當年 某大報 他成功的地方 就是 他是全香港 這幾十年來 都是全香港最賣得 最暢商的報紙 他是第一個 把報館設在九龍 那時候在香港做 報紙全部講政治 他就把社會民生放在那裏 然後還有很多原因 但問題是他的思路就升得很快 因為他第一份就是把這件事 大家不要看大陸的 不要看那麼多政治新聞 不要看什麼 把這件事放在香港人 而實際上 在九龍 因為大部分都發生在九龍 九龍新界 那時候已經多人到香港 你看這個比例已經是 是的 所以整件事 整件事 就是 你是否會貼地了 其實 所有的 等於我想說 這一次政府搞到什麼 你們就是整齊了那些什麼什麼協會 全部你就是 籠落了一群政影 但是實際上 農村包圍城市 那些實際上 屯門大西包 元朗那些人才是最重要的 你全部都分裂了 那時候你就崩潰 就是你忘記了毛主席的教訓 無論你多麼喜歡 或者不喜歡毛主席 你都不能不時人 他都是天才階級的人 就是農村包圍城市 我先說 你們這些就很離地 我又說一些貼地 可能未必是我們的聽眾群 貼地的說法是什麼呢 就是 終於那個遊行 就是不用再過海 這個是很重要 第一件事 過海 過一過海 你的車費已經是 過十幾元 第二件事 尤其是 尤其是不整十幾元 尤其是 如果你搞到過十二點的時候 你怎麼回去 你怎麼回家 那不是一樣 和我們覺得很爽 不是說你們覺得很熟 不是說你們覺得很熟 是一樣的 是一樣的 第二件事就是 我就是香港不熟路 當然去得多你就會很熟路 九龍不同 你屯門不同 我身邊的朋友全部都說 好 直至下街都去到遊行 為何在屯門有幾萬人 為何在九龍遊行有十幾萬人 因為根本就是這麼多人 從來就是 你不用我過海 我是完全不介意下來的 然後 過往那些人對於遊行的說法 就是說 你不要經常搞遊行 會損耗民氣 因為那些人經常來會很累 很累的原因 因為要過海 你不用過海 我下街就是 天天走都沒有所謂 我有一個另外 又不是最貼地 又不是禁離地的說法 就是說 事情發生在九龍或者新界的時候 那件事就沒有那麼優雅 有人覺得 譬如旺角那樣 旺角打人的話 旺角的結序就是這樣 打人有幾奇 警察都是這樣 警察都是這樣 那會不會是令到 比較來你們的說法就是 如果我們在港島搞的話 那些人的期望好 又如何好 去到港島的時候 都會比較斯文 但同一個人 在旺角的時候 都會說髒話 又或者怎樣 變成一件事 那些人是觀感 都不用說 那晚已經有人問我 那裏有沒有黑社會 我心想 那裏當然有黑社會 你這句話是不是廢話 但他們的推論就是 不是的 那裏搞到立立集集 肯定是有黑社會煽動 等等 結果就發覺完全是沒有關係 但當年有說法 當年我講到佔中的時候 佔中那年的說法就是 有些關心 我們不要再佔黃了 有些黑社會 那些場面 一般市民都看不喜歡的 會影響運動的 所以一轉去九龍區的時候 馬上有些人會覺得 會不會有佔中的時候 因為在旺角的場面 一直阻擋生意 二來又多這些 所謂暴力一點 比較操爛的場面 於是就說 搞了黃了的運動 就是運動結癖的問題 你在旺角就會完全明白 你很難分析清楚 哪些是古惑仔 哪些是示威者 哪些是癌癌癌癌的 在附近去做 我都說 那時那些警察 在那一晚 就打人 連大媽都被人打人 就罵他 有沒有搞錯 我過來看看 你分不開 然後 如果你有一個運動結癖的人 你會覺得 不是這樣 我們應該很秩序井然 很多人都是很高的 水平教育 或者是很優雅的 你怎麼能夠接受 裡面有些人 有些古惑仔 擔口衣 無端端 藍過口罩進去 推完一輪 然後又回到後面 就是周星馳的戲 食神道戲裡面 然後你就會覺得 那裡肯定有鬼 這些還不是鬼 這些還不是鬼 這些人 哪有可能是優雅的示威者 這個優雅的示威者 早前一些 好守紀律的軍隊 好守紀律的紀律部隊 我們希望 期望 那個紀律部隊 或者那個軍人 走出來 但是為什麼軍人 會再加入腦袋 究竟紀律部隊 我未必想過 你會遇到一個軍人 當然是士士正正 揚帽帽 戴得正 整個人就充滿訓練 你不會想過 打仗的人 那些人很貪心 又擔住口腥 然後衣服都穿著 跟真實的戰情 感覺是差很遠 這麼說 你這兩個字 叫精兵 這兩個字 這麼容易有一個精兵 有一個精兵 可能是五千個人是精兵 你可以打贏幾十萬人 你在電視前面看的那些兵 就是五千個人選一個那些 打仗就不會只有這幫人打仗 問題就是要打全面自爭 五千個人是幾精兵都看 你去打那邊 港大的中國地方 你打不到 你要去抽調 就是說 你如果有警察 你給我去訓練 一隊防部隊 防部隊是五百人的 然後那五百人 我每天去操他 我保證他們是斯文的爆 但是到了最後 原來那幫人 所以你都說得對 結果為什麼旺角的警察 都是顏色的 都合理 你金鐘那些就是精兵 金鐘都不是 金鐘已經是蓄龍小隊 蓄龍小隊 都已經是大家 單靠 不是 你穿得視視正正 你看旺角那些真的是顏色的 那你會做的那些是處理開旺角的 我和黑社會打架 你無緣無故叫我去做防部隊 我當然連警察都還沒什麼 有一個問題想問你們 蓄龍小隊有沒有出來 什麼 又出政系沒有正式參與 有幾個象徵式 有幾個象徵式 好像剛才之前有修顯大師說 這個是一個首都和一個郊野的分別 你在首都你當然會有些好事 全部最精銳 那旺角就是一個邊境 就是派一些銀牌給你出來 那些人去做什麼東西 去做化妝品那些 那些人都說我們最美的都在銅鑼灣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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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遍地開發 對 如果真的遍地開發的時候 我們看到旺角河或屯門的經驗 那些人都很不同 之前的戰旺 或者什麼 我覺的觀感有些不同 而且有些人都不會特別指責 都會覺得 我看到的報道 都會覺得 喂 都要去吧 你還摔跌 也會是 相對比在戰旺的時候都會正面 那再發展下去 會不會是 和以前不同 還是怎樣 都給了很多新鮮感 周远大師你覺得會變成什麼 我覺得大家會習慣做這件事會慣性 但在我來說我的立場很簡單 在別的地方很好 我想最主要的地方就是 我們經常都說要從歷史學習 但你會發覺歷史想摸到規律的時候 你就會發覺會逆轉 我不能夠這樣預言 現在大家的形勢都很好 你每個星期都叫到幾萬人來 幾萬多 十幾萬 那你真的有得搞 你想想如果一個月一年有52個星期 你每個月都搞七八次 搞了八次 每個星期都有一兩次幾萬人 政府都很頭暈 但我的想法就是 會不會這麼順利 永遠這個世界都會發生一些事 你出乎意料之外 而且那個形態是否仍然說 我們已經穩定了 我們七一之前都沒有想過會撞壓法會 會撞進去 之後發生了甚麼 我都覺得 這個問題值得政府 我們或政府更加需要思考 就是說 都不是我最初提出的 你如果這樣排下去 好像區區都搞一搞 那你很快就搞到十二一號 那你搞到人家做生日的時候 七十周年 七十年 不是建國七十年 建國七十年 那時候 我想未必是這件事 未必上面是想看的 我想這樣說 林鄭政府應該要證明一件事 就是那件事 是你幾不想發生 如果它要發生 你也要發生 如果是強硬 如果要發生的 不發生的話 結果就是你後果會更慘 你做政治 林鄭月娥為何做不到你做政治 所以她是一個非常蠢東南北的政客 因為她應該知道 那件事不是你想要做那件事 你覺得不做那件事 但是一定要得 因為你可能做了之後是更壞的 即是當年日本侵略中國 或者再去擴大戰爭 偷襲美國 他們開會的時候說 因為我不偷襲美國 那邊的石油就沒有了 所以我一定要偷襲美國 我所有就去拿東南亞 因為這樣我就這樣 但其實到了最後 當你打了輸的時候 後果會更加慘 但是未來的兩三個月 北京都繼續容許林鄭 什麼都軟皮蛇 你落到旺角這樣突發 昨天我看回一些 他不軟皮蛇 現在他突發了 不過又不出來 我想阿爺 他不是用那個動詞容許 阿爺都控制了 林鄭應該是被廢了武功 所以大家先揮著 看看先 你現在再強硬就更壞 一出來就更壞 你不是一十一 所有的東西 不是你想這樣 而是你不這樣出來 你是更壞 這個是真正的 你從政一定要接受 就是你的政治現實 好 下一次再講其他話題 好